多數狗狗都愛搭車兜風 不過加州這隻六個月 大名叫蘇菲的狗狗 卻釀成一場公路 驚魂祭 就在四主拉下車窗的那一秒 只見蘇菲不但從右線車道 滾到公路中央 而且後面就是一輛連結車 只差幾公分就可能命喪輪下 索性蘇菲命大躲過一劫 不過類似的狗狗跳窗事件層出不窮 之前奧勒岡州公路警察 藍亭超速車輛 這隻狗狗就忍不住 跳車兜風 索性警察也明手快 一把抓住塞回車內 畢竟這樣的情節 只會出現在好萊塢電影中 驚悚畫面曝光後 不少網友指責四主 行駛高速公路根本不該開窗 只不過亂入公路的動物 不只地上爬的 還有天上飛的 南韓中北永東國道 日前也出現這驚悚一幕 一隻飛騎突然撞破 右側透明隔音牆 由於力道太過猛烈 碎片竟然砸破一旁車輛的 擋風玻璃 索性這起意外 沒有釀成嚴重事故 不過高速公路危機四伏 駕駛上路可得提高警覺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